发供养里面 第一个 这是根本 决定不能所乎 没有这一条 后头都做不到 第一条是根 如说修行供养 佛在经上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干 你看前面 长心不识 我们正干了 烦恼 习气 放不下 怎么办 菩萨举个比喻 告诉这修佛的朋友 如果有人 无缘无故 夺取你一块钱 你生不生气 马上就生气了 人家无缘无故 给你一块钱 你很欢喜 这说嘛 喜跟怒 给你一块钱 把你抢走了 你生气 这叫烦恼 烦恼从哪来的 从这来的 实际上是从你的心 你的心呢 对于财 没放下 所以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另外一个人是 这一块钱小事情 他要夺取 给他吧 一块钱没什么 他给我 我也不很欢喜 菩萨说 这个人看破了 把这个一块钱 提升到 一百块钱 一千块钱 一万块钱 十万块钱 百万块钱 千万块钱 一万块钱 也这样看法 他就断掉了 最后看到 我的身心 假的吗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包括身体 何必得了就欢喜 失了就懊恼呢 没这个必要吗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常作如是观 常修如是心 你的东西 在心外中 别人拿去了 提都不提 心上不落痕迹 就好像本来没有一样 人家供养你 送给你 摆在面前 也很好 也不再放在心上 常常念到 这是我的 那就错了 哪有我的你的 再进一步 能够真正理解到 整个宇宙是一体 你就若了 如来 境界了 一体 没有分别了 没有支柱 果然 不齐心 不动力了 恭喜你 你圆满 成就了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您发现